听说爹爹要搬家去旅山行列 二姐会跟着一块儿去 只可惜我没有办法跟着 这是主上心疼你 让你在宫中安心养胎 等生下小皇子之后 局势就更安稳了 这些天啊 我们在宫里面都快蒙坏了 承爹有这些人那些人都看着我 所以爹爹不用担心 倒是爹爹啊 下属未宵的时候 总是夜不安眉 所以我呢 特地给爹爹缝制了一个小香囊 里面有香茅 仓仆和货香 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边 还可以屈出温营呢 我们夜夜长大了 都知道心疼爹爹了 这可是我第一次做 爹爹可不许闲巧 怎么会呢 爹爹喜欢还来不及呢 你小的时候 最让爹爹头疼的人是你 最让爹爹心疼的人也是你 现在啊 爹爹心里觉得最亏欠的人 还是你 燕燕 爹爹 爹爹 我已经不怪爹爹了 命运使然而已 爹爹 也别再内疚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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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爹爹 给你的小外孙起个好听的名字吧 这个应该是主上来起吧 爹爹你可不许偏心啊 你都给二姐的琉璃兽取了名字了 我的孩子也必须是由爹爹来起 说好了你起的 你看你多大了还撒娇 多大我都是你的女儿 好好好 这次 驴山之行 爹爹认真想一想 争取回来 给小外孙 带一个好名字 嗯 嗯 你